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晨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香港的酒店业现在真的是风声学类 因为内地朋友和旅客人数少了很多 就算来到香港也嫌香港的酒店很贵 有些是做特种兵 或者住一些比较便宜的宾馆 甚至乎是扎营 睡公园 或者走回深圳住 住一个晚上 之后可能在深圳再吃早餐 再来到香港也还可以 是的 所以就导致香港的酒店业也迎来新一阵寒风 是不是 在这个寒风下 是不是应该少了人帮衬了 对于客人的服务态度 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你要再做好些 来到让大家觉得是物有所值的 那么贵 如果这么贵也来住 是不是应该要令客人 比得更加值得呢 再加上较早前政府推出了 全盛礼贸运动 也说希望在社区推广好客之道 甚至乎希望每一位香港市民 都能够成为礼貌大师 即是人人见到都很有礼貌 见到外国人就Hello You're welcome 如果内地的朋友 或者说普通话的 你好 欢迎欢迎 给多些微笑 那是不是整个香港都更加美好呢 照计就是 不过事实又是否真的可以这么理想呢 当然 有时候你要有礼貌 对方没有礼貌 你又很难继续有礼貌 又或者尤其是遇到客人的挑衅 而你又要继续保持礼貌 那就变得很虚偽 会不会呢 虚偽都没办法 因为始终是一份工作 不过今次这件事 也有市民或者有网民 都会去支持酒店的员工 大家看标题 都可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话说 沙田丽豪酒店 竟然有前台的职员 对着客人爆粗 哇 那些粗口连珠爆反 甚至乎 全声都会走音 对吗 很激动 明显就是 哇 会不会是 这个客人太差 我想是有可能的 究竟是什么西客 那段影片不能播出 因为太多粗口 因为太夸张 约望13秒左右 有一个年约30岁左右的酒店职员 当然穿着西装漂亮 站在前台 对着男顾客 就这样罵 X你老X 我正在帮别人的客 你干什么X事 你是不是傻X了 到后面 就开始 像破标走音 那些 接着男顾客 也不甘事 随即 当然 你问候我的时候 我也很有礼貌 当然要用粗口问候 才公平 才对等 接着去到大界 你真是傻X了 接着男职员 做完 反而越来越激动 就开始走音 X你老X 你真是傻X了 X你老X 即使他虽然是走音 但也是首尾呼应 用X你老X之后 也用X你老X结尾 简直非常工整 当然 其他的职员 或者有其他的住客 或其他的客人 他们就呆了 全场是压着无声 也没有上前要去阻止 不过拍到这个位置 就已经没有了 我想这个职员 其实他的动机 大致上的意思是 他其实是帮着 另一些客人 可能是在做一些 check-in 或者不同的酒店服务手足 其他位置 我估计 应该都是跟check-in 或者跟房间方面有关 入住的方面 叫做有关 换房 或者有其他不同的东西 也可以 半夜有鬼 可以换房 整天都有这些 这段影片 大家都紛紛 用来谈论 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做得前台这些位置的酒店 从业园 我觉得 那个训练来说 应该是很足够的 又或者他们对于西客 应该很有经验 要逼到这样 一定是西中之霸 或者西中之王 才行 我估计也是 因为能够做得前台的 当然有足够的训练 才能够让他在这个位置做事 但一般来说 有些客人可能态度不太好 他们都懂得如何应付 但这次明显就是 这位员工好像是失控一样 会不会 他们之前有过什么过节 才会那么激动 这个说不通 可能之前都知道这件事是西 现在又来西 又来麻烦我 我哥哥 其实也忍过你 之前 因为这次 真是爆你瓶都不行 不过 我们见到这件事之后 有些媒体也去问 麗豪酒店 他说 这件事就发生在 刚刚的周末 因为当日来说 房间的供应比较紧张 他说客人因为等候 换房间的情绪很激动 似乎看到酒店方面 子女行间也是先支持自己人 觉得你能够拿房间 可能上去便不满意 马上就走回来说要换房 虽然我们看到排队的人 都不会打小蛇饼 暂时看到镜头不是很大的 都有人在排队 我不知道他插队 还是扭阳了很久 还是什么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 如果扣除同事的粗口字眼 即使意思是 有机会 这个要换房的 他是插队 插过来 就说要搞换房 所以他会这么生气 即是他那句 我帮别人的客人 你做什么 你是不是傻了 其实就算你没有粗口 你也不应该 骂客傻了 虽然你明知他可能是傻的 是的 有时在面对着这种压力 而且是一种很无理取闹的压力 而你同时也要处理另一项工作的时候 也会导致那位员工分心 分神 又或者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继而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在这件事上 我反而会较为同情这位员工 因为做服务性的行业 因为面对着客人 你猜不到那个客人是什么人 一般来说 你都希望客人会对你很礼貌 而你也会对人很礼貌 那就是最好的 但是有时 这种情况又不是永远都发生的 遇上这些西客 我认为一个很恶劣的态度 而要你同时也要保持着专业的态度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 我觉得 是吗 也没办法的 你要吃这一行饭 如果酒店来说 不知道当时是否人手比较紧张 因为都说了 周末比较多 就会好一点 看到酒店都说 对这件事 已经将同事做一个内部的情处 提醒所有职员应该以礼代客 这也是正常的 一定的 没办法 如果遇上突发的情况 应该冷静地应对 所以就住这件事 都说感到十分抱歉 哇 这次沙田丽豪酒店 厉害 不是一名惊人 一骂惊人 如果比较我 我觉得 应该要去这间酒店 吃下午茶自助餐才行 鼓励一下 给他一个赞 可能是 不是吗 用粗口骂客 不知道大家住酒店的经验是怎样 我觉得 绝大部分 工作态度 都算是可以的 老实说 他都想货如轮转 立即处理完 就下过 处理完就下过 是不是 还跟你说这么多 是不是 想搞这么多 总之 你搞定的 走 几老号房 给你一张卡 Wi-Fi window 不要说那么多 如果你真的想换房 我觉得 应该在房间 一会儿就先打下来 再问一问 情况是怎样 然后再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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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又要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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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看到有些媒體寫,網民竟撐他 竟然會撐這個職員 當然,他始終這樣向著客人爆粗是不對的 不過,你想一下,這些西客不用粗口招呼他,他是不會醒的 那倒是,不過他始終是打份工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網民,反而會撐酒店職員 大家都是同情他,知道他都是弱勢的一方 尤其是做服務性行業的人,面對著的客人來說 永遠是處弱勢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客人才是上帝 有這種說法,這種說法我覺得是害死人的 因為尊重這東西是需要雙方的 如果客人不尊重,那名職員也都以同樣的態度對回頭 其實都是合乎人性的 只不過當你考慮到你這份職業的時候 以及當和客人吵完之後帶來的後果的話 其實這名職員這樣做就會帶來一定的反效果 是的,所以看到很多網民都說 他聲音都變成了,一定是很生氣的 亦都說估計這件事一定是西客 一定是客西,西客什麼都好 罵得最好 還說到一定是有些事情的 不會無緣無故罵過客人 還說這是西道鎮的客人 也有說支持他 記得是支持酒店職員 沒有辦法了,所以我們說 要不要找到同事出來呢 我們寫個感謝卡給他 鼓勵他給予一些鼓勵人 不過不是鼓勵他這樣罵客 只不過是給予支持他 記住,錯的是西客 只不過你是一個錯的時間點 去向西客爆竹而已 是的,沒錯 真的要記住這一句 客人不是大什麼的 這是一件事真的很慘的 你會覺得是呀,我是這樣對你的 怎樣呀,你夠膽就反抗了 你連工作也沒有 你看看你呀,你看看你呀 整輩子都做企堂 是嗎 你呀,厲害的 倒轉吧 我招呼你,不是你招呼我 我還不是大聲做,快點吧 其實這些都未算是最慘的 有時候看到很慘的 就是那些在酒樓那些 例如寫張票給你 你是165、166、167那些 在喊票那些 有些人經常走過去說 為何這麼久呢 喊了多少號 喊過了龍牙 我過了一個 下一個給我行不行 或者我過了十個 我過了這麼少 為何你要我再重新排過 多數要說過了五個 就叫你再重新輪候 有些人可能走過來 我過了六個 多了一個都不行 然後罵你 然後是你媽媽 然後走了那些 可能再看那張票 然後又說 又不行 網上有很多桌子 你怎麼做事 這些就更加慘 我的時候看到 酒店這些都算好些了 有時候真的 希望大家張心比心 就算我自己對著便利店 那些員工 我也不會這麼厲害的 不過看看有時候 他們的西口西面 會不會真的很厲害的 有時候在香港地 看到便利店的那些年輕人 嘩 那個臉 很厲害 簡直是正西人 我心想 那些西西哥 都這麼厲害的 你怎麼做 你怎麼出來混合啊 年輕人 你連便利店 你都不願意混合 你想怎樣呢 可能便利店職員 這麼厲害的話 會不會因為他那份工資 我也是拿那份最低工資 就是這樣 我隨時都可以不做的 你買不買 買就過煮吧 走吧 會不會這樣的態度 這個心態 這個心態是最差的 你答應得 如果收取這個錢 你簽了一份確認書 是來這裡做事 你是什麼什麼水 來這裡做事 什麼什麼什麼的 你願意接受這份工資 就要做這份工作的話 你來到這個位置 就沒有理由要在這裡西面 即是你又要簽來做 但是你又要西面 又要嫌三嫌四 那你不如不要做 是不是 那倒是呀 對呀 這就是那個態度的問題 希望這位酒店業的朋友 冷靜之外 或者其他 真的 不要對人太小了 我自己也很好爬 就算有時候你下巴士 就像是向司機遞一遞手 好像打個招呼 別人都會亂在心頭 對的 沒錯 不過好像類似這種情況 在香港我們經常都遇到的 員工西 客又西 大家互西 那就搞到互鬧了 不過最慘的就是 如果你作為員工 你又對客西 就對自己毫無好處的 所以 最好的辦法 我認為對著西客 就是以更加好的服務對他 你可以當是口唸皮都行 但是這樣的辦法 我認為 才是對付西客最好的辦法 就是以更大的禮貌 慢慢跟他教 跟他磨爛隻 我覺得是最好的 可能他罵了你幾下 看你沒有反應 他就不說太多了 不過有時候 人的事情 我明白 工作重要 錢重要 但是 尊嚴 都很重要 如果 他這次 不爆瓶 罵爆他的話 我想 可能這位朋友 他心裡會永遠留下一道陰影 一道的疤痕 或者他過後會後悔 為什麼當日我看到這些西客 這些弟弟 這些西人 何以 我不爆他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懦弱 可能潛藏他的心底 他是一個受傷的小孩一樣 男人最痛 對呀 起碼輸得一份工作 贏了一份尊嚴 這樣 我覺得很不划算 有時候人的事情 到了這個關頭 我會爆他的 你會爆他的 我想我也會的 不如我們今次討論到這裡 可能你不是當局者 這一句當然覺得輕鬆 我一定會引到的 對呀 我們盡量嘗試一件事 叫張心比心 好嗎 好 今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